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,本届进博会,香港参与力度胜于首届,除了在国家展中国馆设香港展示区外,还有近200家香港企业和机构参与企业商业展,涵盖服务、设备、科教、生活方式和医疗器械等行业。 黄达胜从事进口保健品生意,他也是进博会的老朋友,去年尝到甜头的他积极报名参加第二届进博会。 他告诉记者,内地市场很大,他们很愿意通过这个平台开拓商机。 黄达胜也指出,保健品在内地审批非常严格,他的产品暂时还不能直接投放内地市场,只能透过跨境电商渠道销售。 进博会期间,相关部门专门来到他的掌位了解情况,帮助他解决难题。 今天很高兴,就是上海市的市场监督局,他们主动来我们探位找我,是希望帮助我们可以申请正正规规的配命。 所以来说,这个是我探前最大的欲望。 如果能就成功申请的话,我们就可以把真正的产品可以到所有中国大陆的店铺去卖。 黄达胜欣喜地说,本届进博会上已有来自黑龙江、吉林等地的企业与其洽谈合作,待拿到批文,他就可以在内地市场大展拳脚。 香港汉生堂药业董事长李嘉英是首次参加进博会。 在他看来,进博会不仅能帮助企业找销路做宣传,还能借此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中医药文化。 李嘉英说, 金博会开拓了他们的视野,也让他们增长了自信心。 他相信在这个平台上,企业能够走得更远。